郭德纲真的太暖心了 这一幕发生在我为喜剧狂的舞台上 选手被郭德纲淘汰后 为了不让家里父亲担心 就找了借口说自己被郭德纲 设为土地了 所以退出了舞台 女孩满脸失落 郭德纲也面色严肃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郭德纲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就是为了接下来给女孩送个惊喜 原来郭德纲早就看中了 女孩身上的天赋 想收她为徒 于是在比赛淘汰后 他就把女孩的父亲请到了现场 并且当场收女孩为徒 父亲听出了郭德纲的言外之意 当场鞠躬感谢 随后 郭德纲就带着女孩去认认各位老师 简直不要太暖心 要知道 上个让郭德纲如此魄力的还是马赵壮 很多人说郭德纲人品不好 不配被人喜欢 实际上他才是最心软的人 不管是节目中还是思想里 但凡看到身世可怜或者有梦想的人 他都会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 就比如说肖子科和龙子科招生考试时 郭德纲收了不少身体有缺陷 不是很适合当相声演员的选手 刚开始 很多人都认为郭德纲是在作秀 事实证明他是真的想帮这些人 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登台演出 但相信用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在台上看到他们 除此之外 当徒弟们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也会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 眼前这个人名叫季九霄 他没来德云社之前家里遇到了一点事 急需一大笔钱 没有办法的季九霄就想着 把自己收藏的蟒袍卖掉 换一部分钱用 然而事情不知道怎么被郭德纲知道了 当即一个电话打过来 蟒袍你不要卖 需要多少钱我给你 这让原本焦急的季九霄心里顿时暖暖的 事后季九霄拿着蟒袍想送给郭老师 毕竟那笔钱他短时间内还不上 可是郭德纲收下后又给他转了一笔钱 算是买莽的钱 这让季九霄既感动又无措 谁家师傅能有这么好